白露拍戏见戏向粉丝喊话,希望粉丝早点回家陪家人。 在一番真挚的话语中,正在雨中等候的白露告诉她的忠实粉丝一些在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庆典前的真诚建议。 这位因其在热门电视剧中的角色而闻名的中国女演员表达了对她支持者健康的真挚关切。 在雨滴围绕着她落下时,白露敦促她的粉丝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优先考虑她们在路上的安全。 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这个传统上是与家人共度的时刻,她鼓励每个人提前回家,并在这个特别的时节中与亲人共庆佳节。 这位女演员承认了她的粉丝的奉献精神,特别是那些为了一睹她风采而远道而来的人。 在一种无私的举动中,她建议她们分配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强调在一年中这个特殊的时刻珍惜与亲人共度的时光的重要性。 面对她更年轻的粉丝,白露向学生粉丝送上鼓励的话语。 在承认她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时,她敦促她们充分利用假期,在轻松和专注于学业之间找到平衡。 女演员强调了在保持对学业的承诺的同时,享受这个喜庆季节的重要性。 在一个令人惊讶的宣布中,白露宣布她将不再接受粉丝的礼物。 相反,她建议她们将精力转向自我关爱和个人成长。 她强调了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培养个人幸福感以及追求个人目标的重要性。 对于过去收到的真挚礼物,白露表达了感激之情,但她明确表示,粉丝最有意义的举动是在自己和家人身上投入时间。 她强调了自我关爱、个人发展和与亲人建立真挚连接所带来的无形价值。